诶 水龙头的水量怎么这么小啊 去看看别的水龙头 这就奇怪了 又没有公告说今天要停水或是洗水塔啊 还是我忘记公告了呢 管理师您好 管理员您好 请问今天大楼有公告要停水吗 今天并没有停水哦 可是刚刚我打开水龙头发现水压很小耶 而且家里其他的水龙头也是这样 是这样子哦 但是最近社区也没有清洗水塔 所以不太可能是因为清洗水塔而停水的时候 住户未将水龙头关上 导致管路存积空气而造成水压变小 我待会跟其他住户确认看看 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形 身为社区管理人员的你 当有住户向您反映此情况的时候 请您先确认同一大楼是否有很多住户都有相同的情况 小姐您好 我是管理员 我刚刚有跟其他住户确认过了 其他住户都没有反映水压太小哦 虾密原来只有我们家的水龙头工修 那该怎么办 大家好 我是课程服务人员 当您住家里面的水龙头没有水 或者是水压变小的时候 请您先与社区的总干事做确认 假如与您居住同一大楼多数的住户都有同样的情况时 大部分是因为 1.停水 2.管路机空器 住户可以自行初步处理 例如一直压马桶的冲水把手 进行放水的动作 3.减压阀故障 请注意 住家与上水塔的距离超过8个楼层以上者 才会有减压阀 如果是减压阀故障的话 一定要通知专业积电人员前往做处理 如果只是单一住户水龙头出水不正常的话 当您发现住家的水龙头出水不正常时 请先确认其他的水龙头是否有同样的情况 若住家中所有的水龙头都出水不正常的话 请检查您住家水表前面是否有杂物注册而影响清水量 拆下水表前面的活动套件 取下杂物即可 若水龙头仍然供水不正常的话 请通知水电专业人员前往处理 如果只是单一水龙头有此情况的话 可能是水龙头滤嘴的滤网有异物塞住 导致出水不正常 因此 请将水龙头滤嘴的滤网拆下来 并且清除阻塞物 若清除之后 仍然有此问题 那有可能是给水的三角反而阻塞住 或者有其他因素 这样就要请专业的人员来做查修咯 刚才有提到 当住家所有的水龙头都没有水的话 要先检查住家的水表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自来水公司 为了精准计算住家的用水量 会在住家给水管路前面装设水表 当水塔供给水水给住家时 水会先流进水表 再分散给住家的水龙头 所以 当住家所有的水龙头都没有办法正常供给水量的话 可以先检查住家水表前方 是否有异物阻塞 导致无法正常供给水 感谢大家的观赏 如果对课程内容有任何问题 欢迎到华人机电产业平台的讨论区发表与讨论哦